第121集 修炼着炼气诀 痛苦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 冒着极大的痛苦 修炼到了第三层 张叶发觉体内的真气 依然是那个样子 一点也没有变得精准 张叶心里暗暗地存道 一种功法 如果修炼了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进步 就算是修炼起来再痛苦 再困难 人们也会一直地修炼下去 但这种炼气诀 修炼到了第三层 居然一点效果都没有 有的只是无穷的痛苦 难怪很多人修炼到了半途 都放弃了 张叶的意志 经过一次次的磨炼之后 已经变得越来越坚毅 这炼气诀修炼起来 虽然没有效果 但它并没有放弃的意思 接下来的时间 它依然一次次地运转着功法 默默地修炼着 第十天的时间 张叶终于进入到了第四层 炼气诀进入到了第四层 张叶感觉到全身内外 每一寸的肌肤与肌肉都传来了难言的痛苦 这种痛苦如同实质一般 一浪接一浪地冲击着张叶的心神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将张叶淹没 这个时候考验的不单单是张叶的意志力 更考验着张叶的肉体承受力 如果张叶无法坚持下去 那么他就会晕倒 炼气诀的修炼是不能够打断的 一旦在修炼的时候晕倒 张叶就是前功尽弃了 时间在这个时候变得异常的漫长 人的身体有着一套自我保护的办法 当痛苦过度的时候 人就会昏迷过去 诱惑着让感觉变得麻木 以减轻痛苦 为了保证功法能够顺利地运转 张叶现在拼命地调动着意志力 努力地让自己不要昏迷过去 努力地让自己的感觉不要变得麻木 张叶这么做 虽然让炼气觉得以运行 但他所受的痛苦却是一波高过一波 一波强于一波 永无止境 身上一滴一滴地渗出了汗水 汗水越来越多 最终像是小溪一般缓缓地流下 痛苦就像是滔天的洪水 紧紧地包围着张叶的意志 随时都有可能将张叶的意志淹没 而在这种可怕的痛苦之中 张叶的意志变得越来越凝聚 越来越坚固 这种凝聚到了极点的意志 就像是丹炉中的火翼般 在极大的痛苦之中 一次次地淬炼着真气 张叶突然感觉到 他的身体破裂了 他心里不禁反省 知道自己终于突破了第四层 进入到了炼气诀的第五层 进入到第五层之后 张叶停止了修炼 他知道这炼气诀太过于霸道 再修炼下去 就算自己的意志能够忍受那种痛苦 他的身体也无法忍受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度 太过于剧烈的痛苦 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 第六层和第七层 只有等到龙象公修炼到第六层 又或者修为达到五到七层的时候 再修炼了 检查了一下体内的真气 张叶发觉 体内的真气在一次次的淬炼之中 终于发生了变化 变得纯净了少许 而在真气变得纯净的同时 张叶还感觉到 自己的五脏六腑也变得通透了少许 整个人的气息都变得成名起来 发觉到了这种变化 就在张叶闭目修炼的时候 一条淡淡的人影 默地出现在小木屋之外 这间小木屋 这间小木屋乃是四殿主的修炼之地 内外都布置着重重的阵法 但这些阵法在这个人的眼中 却是形同虚设 他的脚下踏着玄妙的步伐 只是小半个时辰就绕过了重重的阵法 出现在小木屋之中 如果张叶看到这个人 他就会认出来 这个人正是真殿的三殿主 他的身形似幻似虚 站在小木屋之中 即使是张叶都无法觉察得到 三殿主看着修炼的张叶 目光一闪之下 一道细如发丝似真似幻的白光 骤然地从他的目光之中射出 划过了一丈多的距离 消失在张叶的身体之中 这一次白光 乃是三殿主苦苦修炼而来的一丝先天真气 这丝先天真气 蕴含着三殿主对武道和真道的感悟 有着不可思议的神通 此时三殿主射出的这丝先天真气 正是想用这一丝先天真气 来观察张叶体内的远古向力 先天真气有着种种的奥妙 其玄妙之处即使是五到九重巅峰的高手 也无法感应得到 因此三殿主也不怕张叶会被这一丝先天真气惊醒 放心地通过这丝先天真气 开始探查起张叶体内的远古向力了 这丝先天真气在张叶的体内运转良久 三殿主忽然滴滴地移了一声 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兴奋与惊讶兼的神色 他滴滴地说道 好厉害的远古向力啊 我想用这一丝先天真气探查远古向力的奥妙 没想到这远古向力竟然能够主动地吞噬我的先天真气 三殿主嘴里说着 双目却是毙了起来 默默地参悟着远古向力的奥妙 如此过了一个时辰 三殿主感觉到远古向力的吞噬之力越来越厉害了 他投注到张叶体内的那丝先天真气 竟然都被吞噬了半成 虽然先天真气被吞噬 但三殿主并不怎么在意 他体内的先天真气如同汪洋大海一般 这一丝先天真气对他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即使完全被吞噬也没有什么 只要能够参悟到远古向力的奥妙 就算再多一些先天真气被吞噬 他也是乐意的 三个时辰之后 三殿主双眼睁开 目光之中露出了一丝喜色 喃喃地道 远古向力果然奥妙无比 张叶体内的远古向力不是完整的 但却也让人受益不浅了 带我回去闭关参悟上一段时间 再来找张叶观察 说着 他的目光微微一闪 投入张叶体内的那丝先天真气 陡然间飞了出来 这一丝先天真气 进入张叶体内的时候 足足有着三尺之长 而现在收回来的时候 却只有二尺三寸多 就在刚才的几个时辰之中 足足有六寸多的先天真气 被远古向力所吞噬 消失在张叶的体内 这小子的远古向力 真是奇妙 我这先天真气 居然都能够吞噬 嗯 我参悟了一下你的远古向力 你吞噬了我的一丝先天真气 这也算是 扯平了 哈哈哈哈 三殿主轻轻地笑了一声 身形骤然消失在小木屋之中 不知具象 三殿主离开之后 张叶眼皮微微一动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刚才三殿主以为 他探查张叶体内远古向力的举动 张叶毫无所知 实际上 他的那丝先天真气 刚刚进入到张叶的体内 就被张叶觉察到 原来 张叶在融合了前世的记忆 即领悟到 再迎魂暴衣 能无离乎 转气至柔 能入婴儿乎的智力之后 他的灵魂之力 比起普通的舞者 要强得多 早在三合镇的时候 周家的长老周大远 利用天使地听大法搜索张叶时 就被张叶感应到 这一两年来 张叶的修为突飞猛进 刚才又修炼了炼气觉 灵魂之力就更加的强大 更加的敏感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三殿主的那丝先天真气 刚刚进入到张叶的体内 就被张叶觉察到了 三殿主这一丝先天真气 蕴含着本人对武道和真道的理解 有着种种的妙用 其玄貌之处 虽然无法与远古向力相提并论 却也颇为不凡 在三殿主暗暗地试探着 张叶体内的远古向力时 张叶也暗暗地观察着 三殿主的这四先天真气 张叶怕惊动了三殿主 因此他一直都是默默地观察着 三殿主的这四先天真气 但就在三殿主利用先天真气 去试探远古向力时 远古向力竟然自动地运转起来 对三殿主的这一丝先天真气 进行了围剿 三殿主这一丝先天真气 乃是千锤百炼而成 蕴含着他的精神气 蕴含着对武道和真道的理解 柔韧之处如同钢丝 而坚硬之处犹如磐石 但张叶体内的远古向力 却是奥妙无比 他运转起来 竟然以一种玄妙的方法 一点一点地吞噬着 三殿主的先天真气 把三殿主的先天真气 化成向力 张叶知道 真道高手的先天真气 对于他这样的舞者来说 是有着极大好处的 见到三殿主没有起后 他大着胆子 暗暗地催动着向力 对三殿主的先天真气 进行了吞噬 这一吞噬 张叶的收获极大 他足足吞噬了三殿主 这一丝先天真气的两成 这一丝先天真气 对于三殿主来说 并不算什么 但对于张叶来说 收获可就大了 张叶感觉到 吞噬了这一丝先天真气之后 他的龙象之力 竟然壮大了少许 在体内运转起来 圆润如珠 好不畅怀 而另一个收获就是 张叶感觉到三殿主的 这一丝先天真气之中 竟然暗暗地包含着 一些武道的感悟 这些武道的感悟精妙异常 张叶将这些武道的感悟 与自己的武道感悟 稍稍印证了一下 就感觉到受益不浅 一些以前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这时候居然被解开了 好 想不到竟然还有着这种收获 真道高手的先天真气 平时施展的时候 都是杀气腾腾充满了破坏力 而现在三殿主为了探查远古象力 把先天真气的攻击性都去除了 让我捡了一个大便宜 这真是妙啊 张叶默默地整理着脑子之中的武道感悟 心里不禁地又惊又喜 三殿主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真道高手 真道高手的见解与感悟 要远远地胜过一般的舞者 他们的每一丝感悟 都是常年累月修炼而得来的 包括了很多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的东西 张叶得到了三殿主的一丝武道感悟 对武道的理解 立即就提升了一个台阶 就在张叶静静地参悟着三殿主的武道感悟时 又有一道淡淡的人影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小木屋之外 这个人正是真殿的二殿主 二殿主看了一眼木屋之中的张叶 目光之中露出了一丝兴奋之色 嘴里黑黑地低笑了一声 说道 老四啊老四 张叶虽然被你抢走了 成为了你的弟子 但再怎么样 张叶的远古巷里 老夫也是不会放过的 你这一趟外出 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够回来 老夫正好趁着此时 好好地参悟一下这远古巷里 说话间 二殿主踏着一种玄妙的步伐 巧妙地绕过了外面的层层阵法 很快就进入到了小木屋 见到张叶闭目盘坐着 二殿主目光之中露出了一丝兴奋之色 他的手微微一弹 一道淡淡的鲜天真气 陡然间从手指上飞出 没入到了张叶的体内 张叶默默地参悟着 突然感觉到体内一暖 竟然又有一丝鲜天真气 进入到了他的体内 这一丝鲜天真气 异常地小心 他一进入到张叶的体内 隐隐之间就将张叶的气机 控制住了 如此一来 张叶即使想清醒 也是无法清醒过来 张叶心神微微一惊之下 已经是明白了过来 看来又有一个老家伙 前来参悟我的远古向力了 这些老家伙也真实的 做事都是偷偷摸摸的 也不怕吓死人 面对着送上门来的鲜天真气 张叶当然不会放过 不动声色之下 张叶体内的象力 一下子朝着那似鲜天真气 卷了过来 诶 感觉到自己的鲜天真气 竟然遭遇了围剿 二殿主目光之中 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 不过他也像三殿主一般 以为这是远古向力的主动反击 微微惊讶之后 他立即恢复了平静 一心一意地 参悟着远古向力的奥妙 他体内的鲜天真气 如渊如海 比起三殿主 毫不逊色 即使远古向力怎么吞噬 他都不会放在眼里的 况且 张叶体内的远古向力 极为微弱 他才不相信 这一点远古向力 能够吞噬的多少鲜天真气 张叶与二殿主 一个全力地吞噬着鲜天真气 而另一个 则一心一意地参悟着远古向力 二人各自干着自己的事情 显得十分的和谐 三殿主的鲜天真气 带着一种空灵的意境 就像是高天上的清风 而二殿主的鲜天真气 在火热之中 又带着一股金晶气息 就像是炉火之中的百炼之剑 锋利而充满了攻击力 这种充满了攻击性的鲜天真气 吞噬起来 反而要容易一些 而这一次 张叶又是一开始 就主动吞噬了的 因此 吞噬的速度极快 只是一个时辰的时间 张叶就吞噬了二殿主 这丝鲜天真气的异常 时间慢慢地过去 三个时辰之后 二殿主脸上带着一丝 兴奋之色 远古向力与她的真气 都是充满了攻击性的力量 因此 她对远古向力的领悟 也比三殿主要快上一些 在这短短的三个时辰之中 她已经领悟到了 远古向力的某些奥妙 这让她心里喜不自禁 差点就要兴奋地笑出声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